你現在為什麼破壞在這裏面 今天是中國國慶節 我不允許有這種騎士餐 今天需要花槍 喂! 不能入手啊! 不要去逃我 報警啊 你什麼說? 你不要動人家的東西 你不要動人家的東西 我沒有動人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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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要碰我啊 台灣西中華人 台灣西中華人 你現在為什麼破壞我的東西 你現在為什麼破壞我的東西 今天是中國國慶節 我不允許有這種騎士餐 今天只要花槍 喂! 不要弄手啊! 不要去逃我報警啊 不要動手啊 現在去你弄手啊 你什麼說? 你不要動人家的東西 你別動人家的東西 不要動我 我沒有辦法 你不要碰我 你不能碰我們的東西 台灣西中華人 沒有表達一線的自由 台灣 這是社會的地方 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OK 台灣 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是台灣人的 香港是香港人的 他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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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婚 離婚來 離婚 離婚 離婚去過去人家厲害了 在幹嘛啦 中國人在幹嘛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是記者 你不要動 香港走了 香港走了 我要走了 香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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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這一個不是 自由民主的國家 可以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 我們在民主自由的國家 你不 應同我們的想法 你可以跟我們講 不是 你一來就把我們的東西全都破壞 如果你們這些沒有自由的人 你們覺得沒有自由是可以的 你們 你們不知道 你們不 覺得自由是一個寶貴的說話 你們回去 你們的中國 不要來這些民主自由的國家 來破壞我們的民主自由 他們就一直在說 台灣也是中國的 香港也是中國的 那甚至會有台灣的一些民眾呢 他們就會說 你們香港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今天就所以在這裡 就是想要為所有受到中國 破壞的人發生 我們也會有心中有一個期盼 可以那些剛剛有破壞行為 他們是因為懵懂 他們無知 才做出那些行為 而不是出於他們的本意 因為其實他們可能 受到中國的很多的洗腦教育 在很多的影響之下 他們不得不做出這些的行為 可是我們今天在這裡 是想要跟大家 特別是跟那些中國的朋友說 其實你們所認知的事實 不是唯一的真相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機會 無論是跟中國的朋友 跟香港的朋友 甚至跟台灣的朋友 說明這些的情況 中國的小粉紅呢 在旅遊觀光的時候呢 跟世界各國的 當地的人民 或是其他國家的官方各起衝突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那這樣的背後 當然就是所謂的侵略性民主主義 那這個當然是中共長期灌輸老百姓 愛國交易所形成的 這一套的這個侵略性民主主義的背後 也反映了中國的人權 跟世界各國人權的不相容 那也凸顯了就是說 中共呢一天到晚說 會尊重世界各國的文明 彼此互相尊重 彼此互相包容 這樣的談話呢 根本是假的 起碼大家要尊重對方 不應該用武力 不用打架這個情況 嘴巴鬧 講那個 吵架 吵架 我說都不應該是這樣子 每個國家有他們自己 自己國家的想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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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敵對國 小粉紅 不是敵對國 小粉紅 這個起衝突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那這一次在西門町裡面呢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思考 第一件就是說 這個凸顯就是說 中國的人民現在呢 已經形成了一種侵略性的民主主義 這個侵略性的民主主義呢 當然是中共長期灌輸愛國交易所形成 這樣的侵略性民主主義呢 這個對世界各國的觀光 對世界各國的人民造成極大的困擾 經常呢 就因為領土主權的這樣的不同的看法 就大剌剌的在世界各國的土地上 與人發生衝突 所以這也代表說中國的和平發展呢 現在對世界各國的老百姓來講 根本不是和平發展 根本就是惡夢 那這樣的背後當然就是 所謂的侵略性民主主義 那這個當然是中共長期灌輸老百姓 愛國交易所形成的 這一套的這個侵略性民主主義的背後 也反映了中國的人權 跟世界各國人權的不相容 那也凸顯了就是說 中共呢一天到晚說 會尊重世界各國的文明 彼此互相尊重 彼此互相包容 這樣的談話呢 根本是假的 那這樣的發展呢 當然呢 中國的這種侵略性民主主義的發展 不僅是在世界各國 連在中國的土地上 也發生了外國人被殺掉的事件 這樣的發展當然無助於中國 現在要挽救他的經濟危機 當然也無助於他的國際形象 那呢比較要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點 那這一次是在10月1號國慶日發生 甚至是在台灣的西門町 所以呢我們就不免懷疑 這會不會是有一場故意塑造的認知作戰 想要造成在台灣的這個土地上 想要造成台人跟港人之間的衝突 是不是有意要借助台灣這種民主社會裡面的多元意見 故意又衝突的事件 製造台灣不同團體之間意見的不相容跟互相對抗 甚至是不是要故意凸顯這個台灣人民跟政府之間的不同調 是不是也要造成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故意的衝突 那這樣的這個衝突呢 是有意還是無意 我們這個當然就是會值得深思 那這樣的一個衝突的事件 會不會要變成是中國對全世界各國認知作戰的一個素材 不僅是大外宣 也變成是出口轉內銷 進一步形成中國人民對台灣的這樣的一個認同的一個塑造 那這樣的認知作戰在台灣的西門町製造這樣的衝突 是不是有意要造成國際社會誤解說 台灣的政府台灣的老百姓是允許中國人 是這樣子對待香港的問題 是不是也允許是不是也要故意造成國際社會的質疑 就是說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台灣政府跟台灣的這個警察跟台灣的社會之間 對這樣的事情的一種所謂的民主社會的多元跟包容的特性 會不會變成是中共有意塑造台灣內部彼此之間 不同團體的互相的對抗的這樣的一個衝突的升級 甚至故意的引發這個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衝突 甚至故意要來讓台灣的老百姓動搖對自己的土地 對自己國家認同的混淆跟質疑呢 那這樣的一個衝突呢 又變成是中共大腕宣跟自己轉而是內銷的題材 更麻煩的是說我們要值得看的是說 那這個通圖的背後之間如果是有意操作 那是不是接下來中共有意透過在台灣的在地代理人的這些民意代表 或者是所謂的民主這些意見領袖 進一步要發動 新一波的法律戰跟認知作戰呢 這個都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深思的 但你覺得香港是中國的嗎 對啊因為香港要回歸中國了嘛 起碼大家要尊重對方 不應該用武力 不用打架這個情況 嘴巴鬧都 講那個 吵架 吵架都 我說都不應該是這樣子 我可以接受 中國只有一個嘛 中國只有一個嘛 無論 你台灣可以說中國都是台灣的 你都可以這樣子說 對啊 香港 台灣 澳門 整個中國大陸 基本上是一體的 但是因為有不同的那個政治團體 所以現在構成這個問題 如果你問我 都是一個國家嗎 我說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要尊重 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問題 香港人 本身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尊重中國 但是你問我 現在的中國怎麼樣 我就真的不肯講了 因為 有國安法嘛 我講錯我就問題大了 所以 沒辦法 你要問我是一個中國 對 真的就有一個中國 歷史是這樣子嘛 每個國家有他們自己 欸 自己國家的想法 對對對 那你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比較可貴的地方 就是因為可以表達 自己的不同多元的意見 欸 對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 中國大陸那邊是怎麼樣 對對對 在台灣就相對是自由 嗯 那你會覺得說 香港是 中有的嗎 還是什麼 欸 這我就不知道欸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說 其實我們跟中國是互不隸屬嗎 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 就中國是中國 台灣是台灣 欸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國 有自己的國旗啊 對啦 我是這樣覺得啦 那你也會覺得這就是 你不禁止 你不禁止 你不禁止